那指标现实就是我一再讲 陈时中的也好 志韵鹏的也好 桃园市还有一个新局势 我陆陆续续那我都会讲 包含新北市我也讲了一些 那现在我们在讲 陈时中除了人设词 除了仇分值还有一个高端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陈时中的选举 我已经讲过 他有三个 第一个人设词的崩坏 讲过了 我现在我就不重复了 那第二个除了人设崩坏以外 还有一个仇恨值 那台北市民51%到52% 对陈时中有仇恨值 所以呢 选情对陈时中不利 这两个 一个是人设词崩坏 一个是仇恨值高 成为陈时中选战的 致命商 那关于这一些 我全部都在网络平台 有很多的文章 各位可以自行去参看 就是你就可以掌握 台湾的选情的发展 因为我会陆陆续续的写 台湾选举的选情分析 那或许 有部分的大陆朋友说 认为 我应该要全面性的讲 那当然因为现在选举 还有45天嘛 那我会每一天 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的讲 但是我现在讲的 都是指标现实 那指标现实 就是我一再讲 陈时中的也好 孙玉鹏的也好 桃园市 还有一个新竹市 我陆陆续续 那我都会讲 包含新北市 我也讲了一些 那现在我们在讲 陈时中除了人设值 除了仇恨值 还有一个高端值 那最近台湾公务部门 审计单位 他发表了一篇报告 这篇报告 词破天惊 虽然写的是轻描淡写 但是它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内情 那这个内情 就跟高端疫苗有关 所以我再讲 为什么人设值 仇恨值完了 再来一个高端值 这个高端值 它主要的起因 是台湾那个时候 他买 他买不到疫苗 由蔡英文 跟陈建仁出面 你协调 你某家生育公司 他生产高端疫苗 然后整个的报价过程 整个报价 还有签约的过程 都是由陈时中负责处理 那这份审计报告里面 他就讲到了 就是说 陈时中向 高端订阅了 448万剂的疫苗 然后它报价的金额 是32.75元 那32.75元 我们如果把它除掉的话 大概一剂是723块 723块比BNT 比莫德纳疫苗还要贵 但是它能够救命 我们也就算 然而 这份报告里面讲到 那违约金 因为我订购了500万剂 你给我448万剂 我还有52万剂 我要扣给违约军 那从扣的违约金里面 我们把它给除掉的话 就是每一剂是1028块钱 你报价叫做723块 那现在违约金 它出现的是什么 1028块 所以1028元 你减掉723 还有305块 如果我们用这个数字 去反推448万剂的话 它有将近 13.664亿元的新台币 流向不明 就是换句话说 你这个中间是有价差的 你中间的价差 它究竟流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公务部门的报告 它没有写得非常的清楚 它只是它提出指引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昨天 昨天发生的 以后大家都在追究 13.664亿元 究竟去了哪里 这些是救命钱 你高端价格再高 你比BNT高 你比莫德纳高 我们没有关系 反正因为救命 你价格再高都值得 你可以价格高 但是你不能有价差 那这些价差 我们经过推算 是13.664亿元 各位想想看 这些钱究竟到了哪里 所以我一再讲 就是说陈时中的人设值 还有陈时中的仇恨值 现在再加一个高端值 那请问 他选得下去吗 他如果高端值的事情 他不讲清楚 对他选情 必然是有所影响 可是面对这份报告 奇怪哦 民进党也好 那台妹蔡英文也好 还有一个陈建仁也好 各个省意 民进党不去评论这件事 奇怪的 你应该为政策辩护 你怎么不讲 还有当年大力促成 高端生产的陈建仁 是陈时中竞选总部主委 他也不讲话 然后那台妹也不讲话 叫陈时中去面对 那陈时中怎么面对 我告诉各位 陈时中讲的三句话 大家听得更气 他说我已经不在位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不便回答 可是接陈时中的薛瑞元讲 那是他签的 不是那我签的 所以你应该问他 就叫扫锅 踢皮球 那第二 就是讲到高端 价差的问题 他说那个时候 买不到疫苗 你叫我怎么办 还有第三个 高端战士 所以现在批评高端的时候 陈时中讲一句 匪夷所思的话 他说搞 他说打高端 是为了防疫 不是让你外出 从这三句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陈时中除了人设崩坏 除了仇恨值高 现在再来个 高端值的甩锅 这个三剑齐发 三端齐发 使陈时中的选情 极有可能 直线落体 不可能 选上台北市长 如果这件事情 他讲不清楚的话 未来司法还会追究 他的政治责任 跟刑事责任 不可能 最后会计刑事责任 小兹齐发 不可能 非常尊重